洛杉矶台美精英协会将于11月16日 在洛杉矶市中心独立戏院 举办第三届台美电影节 今年的电影节是秉持的传承的主题 承接了对台美影像创作的承诺 也注入了新的创业 打造全新的电影节体验 驻洛杉矶经文处副处长温贵棠 洛杉矶台湾书院主任杨婷珍 台美电影节总监施惠心 执行总监马家孝 创意总监于汉鼎 行销总监陈连芳 都出席汽车会 并且感谢文化部 洛杉矶台湾书院 洛桥中心及社区桥界的 热情参与参注下 从2017年以来 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电影节 而今年希望能透过 全新的影视创投竞赛 将这一代台美影人的好作品 好声音 带入好莱坞影视圈 台美电影节 可以说是美国 第一个以台美人为主题的电影节 去年还有蔡总统 能特别到这边来 跟我们的团队来做一个对谈 激励了我们年轻人士气 同时也让我们的电影节 能够继续往前推进 我想第三届的电影节 我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 台美人电影节的 文化上的一种传承 以及跟台湾的连结 能够受到大家的重视 11月16号在Downtown LA的 Downtown Independent Theater 也就是这里 欢迎大家前来 跟我们一起观赏 许多不同的电影 那事先您可以在 我们的脸书 Group TA Film Festival 购买票 或者是说呢 你也可以前往 我们的Box Office 在当场购票 今年首都开办 影视创投竞赛单元 入选者可获得 好莱坞专业电影人 长达一个月的咨询与培训 有胜者奖金5000美元 还可连接好莱坞人脉 争取实现拍片计划的机会 2018年第二届影展结束后 蔡英文总统 特别利用出访郭靖的时间 与主办的干部青年会面 肯定电影节 凝聚台美青年的文化认同 以及推广台湾文化 所付出的努力 主办单位再接再厉 今年的计划 是继续举办更多样性的研讨会 将对话扩展到更广泛的观众群 并且鼓励未来 有更多电影制片人 以及演艺爱好的新时代 创作发表具有台湾元素的影视作品 展现更多台湾多元文化的 国际能见度 2019年的台美电影节 将于11月16日举办 更多相关资讯 及创投竞赛报名办法 可登陆活动官网 及脸书专业查询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